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任嘉伦资讯 三月份最让网友关注的作品 就是烈焰花尖令与凤行三部古装剧 这三部作品中都有大牌作证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 烈焰在这几部作品中热度最低 与凤行不出意外的开播就大爆 而花尖令与烈焰对比 花尖令的受众更广 而烈焰则主要集中在任嘉伦的粉丝和援助党中 作为任嘉伦仅存的一部S加级作品 任嘉伦团队非常希望这部剧能大爆 这样能在接下来的资源洽谈中有更多筹码 但是烈焰最终却成了平台对打的牺牲品 以现在的播放量来看 烈焰男主换个其他演员 也不会比现在差多少 任嘉伦却在剧中的霸气也不足 并且造型也封印了不少任嘉伦的颜值 但是在烈焰中 任嘉伦的片酬比其他主要演员高出太多 任嘉伦的片酬高达1800万 在降薪令后 这个片酬放在一些大爆剧中也绝对不低 严毅宽在剧中饰演男二子语 作为老牌古装男神 严毅宽现在的颜值依旧能打 但是严毅宽在剧中的片酬 不及任嘉伦的三分之一 仅仅480万 这也再次证明了 这是个流量未尊的时代 朱正廷在剧中饰演逆天而行 但是她的杀气远远不够 没有表现出这个角色应有的气质 但她的片酬也达到了200万 烈焰作为一部大男主剧 女主白菜的戏份虽然不如男主多 但是二人的片酬差距也是非常大 行飞的片酬在剧中是第二高 为500万 蒋欣虽然是女三 但她也算剧中位数不多的老戏骨 450万的片酬也对得起她的表现了 朱许丹在剧中虽然是女二 戏份也比蒋欣的高 但是咖位却是不如蒋欣 她300万的片酬与蒋欣还是有一定差距 并且蒋欣的片酬能和女主相近 这也是蒋欣江湖地位的体现 在一众主要演员中 任嘉伦的片酬可谓一其绝尘 但是任嘉伦的片酬与她的贡献却不成正比 像烈焰斗魄苍穹舞动乾坤这样的慢改剧 就应该由年轻人出演 将更多的经费投资在特效和孵化道上 比如当初大火的慢改剧《陈情令》 就是由新人演员出演 但是却成了少有的大爆剧 最终演员和作品双双出圈 作为成名已久的演员 实在不该凑慢改剧的热闹 毕竟很少有慢改剧能做到大热 只是消费援助党的一波情怀罢了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任嘉伦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靠